可以接納我們 這是神最棒的愛 大兒子應該回頭 雖然他人在家裡 他一天到晚遵守了父親的命令 遵守家裡的各種要求 他想要被人稱憲 他想要被人稱讚 他以為出人頭地 自己做得好 表現得好 就可以拯救自己 他不需要別人的恩典 也不需要別人的幫助 這是大兒子的心態 他也是痛苦的 他的人生是鬱悶 他不快樂 因為他總覺得靠我自己 但是 我感覺不出來這個世界上有溫暖 有愛 我覺得就只有不斷地要求 氣慾 然後 刻苦 生活 沒有喜樂 他活在鬱悶裡面 他活著痛苦 他覺得總是別人欠自己 氣別人 甚至有時候會氣自己 為什麼 自己表現不好 我以前也是會這樣 只要表現不好 我就被自己丟人打壓 這樣子的生活也是不快樂的 因為 我們就把壓力放在自己的身上 覺得人生 好像就是要這樣子過了一生 而且 幾倒是來